同学们,大家好!今天我们学习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。 我们人类是生活在微生物的海洋之中,在我们周围,微生物无处不在, 比如空气、土壤、水、动物、人体等等都有微生物的存在。 即便是在非常极端的环境下,比如沙漠、冰川、深海、热泉等也均有相应的微生物的存在。 因此人类与微生物必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 这些关系包括一,维持氮碳循环,保证自然界食物链的形成。 例如,土壤中有大量的微生物存在,这些微生物为植物提供了养分, 植物生长之后,又为食草动物提供了食物。 食草动物长大之后,又为食肉动物提供了食物,形成了自然界的食物链。 而当这些动物植物死亡之后,他们死亡的机体,又要靠微生物完成最后的分解, 变成无稽的氮碳等元素,参加新的自然循环。 第二,广泛应用于工业、农业、生活等各个领域。 比如,在工业方面,皮革、造纸工业、制药、食品等工业方面,都与微生物密切相关。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,我们平时吃的面包、泡菜、喝的啤酒、酸奶等,都是通过微生物发酵之后形成。 三,在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中,微生物可作为研究材料或模型。 在基因工程技术中,使用的更加广泛。 由于微生物具有结构简单、繁殖块的特点,所以很适用于各种生物材料及模式生物的应用。 下面我们看一下微生物与人体的关系。 在人体内,正常情况下,大约有一公斤多的微生物,主要是细菌。 这些细菌在与人体自然存在密切的关系。 在人体内,细菌可分为三大类。 第一类为正常微生物群,normal flora。 在人体的各个部位寄生对人体无害。 有些细菌对人体是必须的。 比如,大肠I细菌可以产生维生素B,维生素K等供人体使用。 第二部分是条件致病菌。 这些细菌正常情况下就是正常菌群,不会致病。 但这些细菌具有两面性,当集体抵抗力低下或寄生部位改变的时候才导致疾病。 例如,大肠I细菌,葡萄球菌,链球菌等。 第三类是病原菌。 这类细菌进入人体后即可以引起疾病。 例如鼠疫杆菌,破伤丰缩菌,护乱胡菌等。 一般来说,上述三种细菌的分布成三角形。 绝大多数微生物是非致病性的,位于三角形的底部。 中间少部分是条件致病菌,也叫机会致病菌。 只有极少数属于真正的致病菌,位于三角形的顶部。 所以,能够引起人类疾病的微生物只是极少数。 但是,有时候微生物的感染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 例如,右边这个图是肾脏。 感染之后造成肾脏肿。 而左边这个图是一个足部。 感染后形成坏死,必须要切除。 所以,一旦感染,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。同学们,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